OK 那今天我們是第三週 第三週我們要上的課程是 APT的一個簡報製作 那這主題內容是暑假生活分享 那一開始呢 因為你們 還沒有在自己的資料夾建立 在自己的電腦建立自己的作業的資料夾 我現在教你們怎麼做 第一步我們先在電腦建立個人資料夾 電腦建立個人資料夾 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在本機這邊 點進去 然後你們是滴槽 然後按右鍵新增 新增資料夾 那資料夾 然後這邊要輸入你們的名稱 那譬如說你們是五年一般嘛對不對 五零一 然後要打這橫槓 在右上角你們可以看一下你們鍵盤有橫槓 加減號的減號 鍵盤的最右邊的上面 然後如果你是二十八號 就打二十八號 然後某某某就打你的名字 名字 好 打完之後 就隨便點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資料夾就是你以後存檔案的資料夾 你以後所有的檔案都先存到這邊 才會跟別人的別班的搞混 所以這資料夾今天很重要 是第一步要做的 然後當你這個資料夾做完的時候 因為我們今天主題是做簡報嘛對不對 簡報之間同學應該有些有用 這就是所謂的簡報 那我們在資料夾裡面右鍵新增一個簡報 再講一次右鍵新增一個簡報 這個Microsoft PowerPoint簡報 看到簡報 然後一樣我們的要命名一下 50128號 然後某某某 然後主題是什麼 主題是暑假生活分享 暑假生活分享 暑假生活的一個分享 那你可以根據你想要訂的主題之後 這個都可以之後可以改的 譬如說我是去日本之旅 日本之旅 那你就按Enter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先請同學 先完成資料夾的建立 跟新增PowerPoint的檔案 那同學碰到的問題往往是怎麼樣 第一個 你不小心打錯了 你可不可以重新命名 不用擔心嘛 比如說我剛好新增一個資料夾 右鍵新增一個資料夾 501 然後22號 然後 不小心 不小心滑鼠不小心就點到了 我沒有打到名字怎麼辦 可不可以打 可以可以 再點一下 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看到重新命名 倒數第二個重新命名 現在可以繼續打 打 好 比如說 我是大壞 不要亂講 我是羅薛勇 好 那同學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打的時候 你們看到 會下面有白白的對不對 會有虛線 你們看到 因為打完你要按什麼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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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它會不見 你要按ENTER它才會輸入 因為ENTER它沒有辦法輸入啊 對不對 要按ENTER 大概是這兩個問題 打錯沒有關係可以重新命名 再修改 然後記得打完要按ENTER 同學再試看看 還有一個問題 同學問得很好 萬一你新增錯了 譬如說 你在你的資料夾裡面 是要叫你新增 POWPOINT 對不對 那你不小心新增到別的東西 新增到這個 Excel 這是錯的 我要的是POWPOINT 怎麼辦 點它 然後呢 按右鍵 都在右鍵 滑鼠右鍵 刪除它就會不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上面也有刪除 上面也可以按 上面按鈕也可以按 那我習慣按右鍵 那資料夾子會刪除 也可以啊 也可以刪除啊 上面也可以按刪除 好 大概這三個問題 同學試看看 好 那我還發現同學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有時候要改啊 要改它的重新命名 你不會改 因為你在空白鍵按 重新命名當然是找不到啊 因為你又沒有指定 你又沒有指定是哪個檔案 你一定要點到這個檔案 那檔案亮藍燈 亮藍燈才 然後在藍燈的範圍按 右鍵重新命名才有 你在空白處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所以這很多東西不知道 要點到它 讓它亮燈 然後右鍵 這個滑鼠指標 要在藍藍的這四個燈上面 右鍵 才會有重新命名 就可以重新命名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喔 是 簡報製作 暑假生活分享 你要中秋節也可以 反正都可以 就是練習做簡報就對了 那這邊大家的資料夾都做好了 然後簡報也開好了 那簡報的話 很多同學有個問題 你開錯簡報了 新增 是什麼簡報 是Microsoft的Open簡報 不是這個簡報 有些同學可以開到 Open 開頭這個簡報 Open document 不是這個 是Microsoft 這個才對 不是這個 長得不太一樣喔 長得不太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做 但是 你會跟我們 教的不太一樣 你要開這個 這個不對 你就把它刪掉 你如果開錯就把它刪掉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生活分享 那我先看一下簡報 要做什麼呢 請你介紹一個假期的活動 內容至少包含如下 第一個 要有你第一頁 像我這第一頁 要有主題 主題 那我的主題是這個 馬爾蒂夫 對 馬爾蒂夫 你可以自己訂什麼宜蘭22 有日本瘋狂購啊 或是看電影書籍都可以 然後還要記得 要打你的班級 做到戲 在第一頁 然後第二個重點 就是要有活動的內容 你的活動到底是在去哪裡 你是去旅遊的話 你要介紹這個地點 你是看電影的話 要介紹這個不電影的介紹 你在看書的話 要介紹這本書 然後你可以在網路上 找一些補充的照片影片 來輔助說明 因為你可能沒有這本書 沒有這本 這個旅遊景點的照片 或這本書的照片 你可以找裏面 照片輔助說明 然後最後要一個心得 就是你的感想 還有你推不推薦這本書 推不推薦這個地方 就這麼簡單 那我先用我來做示範 我的暑假生活心得分享 這是主題 然後我的名字 那你們記得打扳 你做到姓名 那我的第二個副主題是 馬爾蒂夫 印度洋上的珍珠 這是蠻特別的 一個地方 因為大家是生活在台灣 台灣旁邊是什麼 是什麼洋 大家知道嗎 太平洋 巴士海峽 右邊是哪裡什麼洋 太平洋 那印度洋又是另外一個大洋 大海的 在印度下面 在印度下面 那它這個倒在印度洋的上面 對 這樣叫馬爾蒂夫 好 那你說說看你對馬爾蒂夫有什麼印象 聽到這四個字 有什麼印象 先不要給你們看照片 有什麼印象 蛤 馬爾蒂夫高爾蒂夫 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因為它的字很像高爾蒂夫 就是高爾蒂夫 好 可是它跟高爾蒂夫沒什麼關係 浮淺 浮淺 海洋 海洋 沒錯 你們有去過了嗎 塞子光域 有去過 塞子光域 都對 塞子光域、海洋、浮淺 有船嗎 浮淺 然後這個是土木舟 大概就是跟德學講的一樣 就是海嘛 以海為主題的一個地方 那再來我要介紹馬爾蒂夫的背景 馬爾蒂夫背景 我們看一下馬爾蒂夫它的國旗 是長這樣子 外面紅框裡面綠色一個月亮 那這是它的國徽 那是它所在的地點的位置 印度洋 台灣在哪裡 這裡 老師 請問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這個是馬爾蒂夫的國旗 就是這個世界上最簡單的國旗 就是日本 對 應該是 很簡單的 這也很簡單 可是日本更簡單 來 這個是台灣對不對 看得到嗎 馬爾蒂夫在這邊 馬爾蒂夫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它是一連串的小島組成的 所以它用一個圈來把它圈起來 它的範圍比較長 它是一個很多的點點所組成的 台灣在這邊 你們都很小 這上面是什麼 中國在這邊 大陸在這邊 大陸在這邊 印度 印度洋 印度洋 好 再來基本資料 馬爾蒂夫 298平方公里 是亞洲面積最小國家 那台灣是幾公里 社會課有沒有上過 忘記 有上 忘記了 3萬6千 好 那3萬6千除以300 大概是多少 120倍是不是 大概120倍 台灣的120倍小 台灣它120倍大 那人口是42萬多人 43萬人 那台灣有多少人 不知道 好 台灣大概有2300萬人 所以它的人口數 大概是等於我們一個新竹市 差不多是新竹市的人口 那馬爾蒂夫組成是什麼 它是由一系列南北長820公里 那台灣南北長有多長 你去過年中秋節 有沒有坐高速公路 從新竹到高雄過 開多久 三小 兩三小 它就塞車 那台灣大概 南北長大概400公里 從基隆跑到屏東 400公里 它有820公里 它拉很長 那它有1200個島嶼所組成 珊瑚島 那台灣大概有幾個島嶼 你們有去過哪些小島 紅湖 綠島 金門 馬祖 還有其他的藍嶼 加起來大概十幾個 不會超過十幾個 常去的大概就是那四五個 紅湖金門 馬祖最常去 或去綠島什麼小琉球之類的 大概就十幾個 他們有1200個 有沒有很多 那再來比較特別的一點 是他們的海拔 只有1.5公尺 台灣的海拔最高的幾公尺 三百 台灣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山 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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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最高 三千多公尺 39多 對不對 你看它只有1.5 1.5 很矮喔 好 最高點喔 最高點 像台灣最高點是玉山 3000多 它只有2.4而已 平均海拔是1.5 好 跟海差不多 海平面差不多高 好一點的 所以馬爾地部的島嶼是長這樣子 你看這些都是島 一點一點都是島 然後 很多的島圍繞襲來成為珊瑚礁 成一個珊瑚礁的一個群 珊瑚礁群 這些都是島 全部都是島 一點點都是小島 好 這邊大家問過了 台灣土地面積多大多少人 然後最高山是多高 海拔 好 第四題 海拔地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海嘯 沒錯 同學很有概念 海嘯淹水 海為什麼會被海吞沒 海為什麼會上升 好沒錯 全球暖化冰山 冬體海自然就會上升 很好 OK 原本是固體的冰山 沉到還融化了 海水就上升了 所以馬爾地部有沒有可能會 不見 有 你看 正在下沉 海平面上升 能變高陸地 好 我們就下沉了馬爾地部 好 那我接下來正式介紹 就是在我們前面背景 前面是背景介紹 背景介紹 就是說 你今天你介紹一個地方 你要像我一樣 你要像我一樣 把一些資料都找出來 譬如說你介紹台北 台北是哪裡啊 台北有多少人啊 然後台北有 台北的一些基本資料 人口土地面積多大 好 再來我的旅行 接下來就介紹的旅行路線 譬如說你暑假 可能去一些地方玩 那我先到吉隆坡 為什麼不能直接到馬爾地部 因為沒有直飛 那吉隆坡是馬來西亞 然後我就到他們有名的雙子星 有沒有 很像台北101嗎 它是兩棟 它是很高的兩棟 這個是馬來西亞的雙子星 不是美國的雙子星 好 再來 我就從吉隆坡到的 他們首都 馬列 這個馬列 這個叫做馬列 馬列 那 他們首都 我們台灣首都是哪裡 台北 台北 就是他們台北的意思 你看很多人 建築也比較高 然後很多鴿子 這是很多鴿子 人家餵鴿子 然後我就去這個小島 然後接下來我就去另外一個島 這裡有游泳池的島 然後我就去另外一個島 我總共去三四個島 我在府在水面上看這個影 好 那我開始介紹 這是他的首都 首都 馬列 好 你看喔 這是一個島上面喔 不用很大喔 不用很大 裡面全部蓋滿了房子 有沒有 很驚人 然後 看到一些中國 我那邊覺得很稀奇啊 照道理在國外應該都看到他們的文字 或英文 可是在這邊就看到很多中國字 你這個橋都是中國幫忙幫他們蓋的 所以中國有幫他們做了很多建設 因為警察車上面都是寫中國捐助的 中國捐助的 就是 然後選舉這邊有選到中國 那 剛好跟最近我們的議題有關係 就是香港版送中有點關係 就是說 中國的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 他幫助很多國家怎麼樣 建設 但是同樣也面臨很多問題 就是說 很多人會擔心建設完之後 會不會變成中國的贏 當你錢還不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中國贏 所以這有很多很多這個項目 關於這些他們在討論的問題 政治上面的問題 那我只讓大家知道而已 所以你現在出國晚餐 會看到很多中國 中國的朋友對不對 大陸的朋友 也會看到很多中國字 因為中國在帝在地 很多地方有建設有投資 好 那我們剛才配合這個主題 版送中的這個點片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好剛才同學看完這個 這不是要你們學什麼 學什麼 人家在那邊丟東西打 打人之類的 這要你了解 就是說我們今天上資訊課 除了一些電腦精神之外 你要讓你知道全世界發生的大小師 因為這就是資訊嘛 對不對 全世界發生的事情 你們大家都有在新聞上看過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 報紙新聞都有嘛對不對 但是你們有去了解過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嗎 也已經搞不太清楚嘛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這就留給你們自己去探討了啦 因為想進探討的內容的課程的話 應該比較偏向社會課 你們可以跟社會老師去做探討 這跟社會課比較大的關係 那你們自己有興趣也可以去查相關的影片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你們可以多去看喔 多去看 那我就不說了 那我繼續介紹喔 那我接下來就搭船喔 這是他們當地坐船的 坐船的狀況 我就搭船去 因為他們很多島嘛 去哪裡都要坐船喔 然後 這是他們的椅子 然後 這是他們的食物 食物 都海鮮嘛 那接下來我到這個小島去 這是我坐的地方 然後 這是我坐的船 那晚上我去參加了夜潛 晚上浮潛 去抓 晚上 晚上有一些生物會出現 那我抓到一隻大龍蝦 我就把牠做 那邊的人就把牠弄來吃 這就是我的晚餐龍蝦大餐 然後這是他當地的一些 泡麵 炒泡麵 然後一個蛋 然後簡單的一些食材 好 那這是我坐船的樣子 然後這是我在島上面的 那不帶墨鏡會看不到的 因為太陽很大 我在島上 然後原本天氣很好 都換一陣烏雲來了 那接下來我到這個度假村去 這是一個度假村 在海上的一個度假村 然後這是大家的房間 好 那有一個游泳池 游泳池 游泳池 對 然後我可以在上面 然後這個有一個樓梯 這可以跳下去 這整片大海都可以下去游泳 可是你也很危險 你要最好套著救生菌 因為有時候浪一大會把你捲走 之前就有被捲走過 車外面整個樓梯下去就是游泳池 這邊一個樓梯有沒有看到 整片海 整片海都可以下去游泳 然後這個是餐廳 餐廳就是裡面的大海 好 那我就到另外一個島 這是他們推街 拿行李的一個人 用這車推 然後這是這個島的 海邊 海邊 這是他夕陽落下的時候 這是島的飯店 還在蓋 還沒弄好 那接下來有去看海豚 看海豚 看海豚 海豚 然後這邊有影片 影片 影片 給大家簡單看一下影片 因為這個 跑得很慢 就這樣子 我有慢動作 就是一整片都是海豚 海豚 蠻特別的 好 另外一個你們自己去看 那再來的話 我就是看到去跟鯊魚 很多人去看鯊魚 我不會咬你 這種鯊魚不會咬人 你看很多人去去 為什麼要拉一條繩子 就是船 放下來的繩子 因為你不拉繩子的話 很容易被捲走 那個海浪很強 還流很強 然後很多人就去看鯊魚 就這樣 那這個大家有看過嗎 鯊魚 你可以看得到 這有 他尾巴有毒喔 他有毒 那這是什麼 Demo 對不對 小丑魚 好 那這是他們的學校 我公開介紹 學校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跟我們電腦科有關係 Using Technology and Media 是什麼意思 善用資訊 沒錯善用資訊 善用科技和媒體 叫你要好好的學電腦 善用科技跟媒體 才能夠學到 認識世界上更多的 新奇的事物 和知識 那是他們當地的文字 他們當地的文字 好 那這是李子 剛才跟他介紹過 當地的椅子長這樣子 然後這是暴風雨 就是說那邊 你在台灣以為每個地方都有颱風 其實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颱風的 他們是突然叫暴風 暴風雨 好 再去看就好了 好 感覺很漂亮對不對 但是其實 你去看他們當地居民住的另外一半 另外一邊的海上 都是垃圾 好 都是垃圾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 就是請你選擇一個 你在假期印象最深刻的活動 你可以是旅行 可以是電影 可以是電視 可以是書籍 可以是桌遊 第一個主題名稱 看電也可以 就介紹 然後使用簡報VPT製作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會請 做了不錯的同學上台報告 好 那怎麼做呢 做的內容 就像我前面介紹的一樣 大概這些 不用這麼多 你只要簡單就好了 因為我是讓你認識 順便認識一個地方 你只要第一個首頁有主題 然後活動的內容 這兩三頁就可以了 簡單介紹 如果你看的 你去的地方 是哪裡 那個地方的基本資料 或是不電影的基本資料 然後簡單的心得感想 然後推不推薦 別人去 大概就這樣子 好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下次 再做吧 好 這樣大家了解嗎 OK 好 那我們今天課程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